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这盘棋其实可以说中国队是背水一战 怎么会变得这么危险呢 对这一戒真是有些奇怪 可能是因为韩国小将文竹员最开始开了一个好头取得了七连胜之后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郑关周美以前我们都是分三个阶段来进行的 现在分为两个阶段 好像就是经常气势一下上来就一鼓作气了 那就是说文竹员第一阶段下了七盘全影了 对 对我还记得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好像讲解过一盘文竹员对宋文慧的一盘棋 那盘棋确实因为宋文慧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是我们女子的这个就是年轻一代的棋手里 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 那那盘棋呢确实文竹员在这个中盘攻杀的时候呢 显示出了这个非常良好的计算力 我还记得有一个很漂亮的一鹿的妙手 他在读秒的时候呢也能准确的下出来 那他七连胜确实我们就也很危险了 然后还有我前两天看了一盘这个唐义输给这个极田美香的棋 简直是简直是夸张的不得了 看得我真是在家里垂心动物 垂心动物感觉上非常非常 扯西 非常可惜的一盘棋 就是怎么都赢了 虽然说优势已经就杀到最后优势已经不是那么大了 但是关子只要正常的收好了 应该还是可以赢一点点的 结果最后居然输了一幕半 哎呀真的是 本来如果那盘棋赢了的话 形势应该说还是挺接近的 对 可能是唐义我觉得他可能也觉得压力挺大的 毕竟呢作为副将出场 就只剩下瑞兰威老师一个主将的话 他肯定也觉得 对其实唐义的实力啊应该是他能够战胜这个温度元 七连胜的战胜温度元的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然后对极天美香实力上毫无疑问应该是有优势的 但是唐义这个这个女孩子啊 他水平 骑的水平是不用说了啊 很厉害 但确实心理上波动很大 这也是年轻不够成熟的一个一个地方吧 那盘棋怎么想输的确实都还是很可惜 本来如果说他再能够赢了几天美香 再赢这个今天的这个金美里 其实双方的人数就差不多了 对 现在变成我们只有瑞兰威一个人 然后对方还有四名选手 确实有点危险 对 确实有点危险 但是希望瑞老可以顶住 对瑞兰威老师呢在这多说两句啊 其实是我应该讲可能也是很多棋手的这个非常敬佩的一个一个对象 因为瑞老师呢他是六十年代的这个选手了 那个跟当初杨辉老师啊 曹大远老师他们都是一批的棋手啊 直到现在还奋战在这个比赛的一线上 而且呢经常跟男选手在一起对抗 我觉得确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啊 非常非常难得 嗯 今年已经将近将近五十了啊 我觉得真是嗯 是啊 然后还能跟这些90后的小女孩拼的话 我觉得实在是非常不容易 是是 因为现在其实掰着指头数一数 他们那个年代还能在一线进行比赛的选手已经没几个 已经没几个了 我印象中其实于斌老师也是四十出头嘛 还在下就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瑞兰威九段他还是女士啊 还是 这股精神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值得我们每一个做职业棋手的人啊 这个学习 嗯 学习归学习 但是我觉得我要是能够做到的话也挺不容易的 好 我们来看起 好 看看今天瑞兰威的状态怎么样 对南韦九段的黑气 这应该是美盘猜先的啊 嗯 对 清小木 然后挂脚 看来 这样 嗯 我们说两句题外话看来这个中国流在韩国还不是很流行啊 是终于我看见您没有讲到中国流我还以为今天这个棋手不约耳同的就下出来中国流 真是很神奇 其实按说我们没有必要扯到这个话题上啊 嗯 但是最近这个我们讲的棋不管是双边对抗还是国内的比赛啊 基本上只要有中国选手的对局 这个拿黑棋的如果是中国选手他十有八九都下中国流 我还在想这个瑞老师会不会也受这个影响啊 看来还是 对而且呢也是嗯应该是陈老就是陈老师陈老师发明人啊对对六十六十年代的那个先下出来的不过这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嗯 大家也有跟风吧也有跟风的嫌疑其实未必每个下中国流的人都能了解中国流他的这个优缺点啊和真正的内涵 只是一看见老有高手在下慢慢的就模仿就多了嗯 这也是一个潮流与复古的这么一个之间边的联系啊 好这几下呢都都很正常然后再回过头来手脚 手脚嗯 嗯直接手脚也有了但交换两手棋呢其实交换完了以后白棋就挺有心情断上去的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继续走是是因为他这两手棋走完了不走让白棋断上来呢白棋还是挺厚的 还是有心情怎么看这几手棋也不像就便宜的嘛比如说白棋也手脚嗯 黑棋这地方碰了几手好碰一个然后断一下对这样怎么看交换这几手棋也不像黑棋是便宜的啊 但是嗯但是黑棋也不是不能接受比如说黑棋拆边这样的话整体的速度比较快 白棋毕竟在这个局部也手术也花的比较多等会还得再补一个啊 这样的话局部等于要多黑棋三手棋黑棋可能就就利用速度来对抗白棋的这个 后市嗯这是另外一盘棋的不过如果我下啊或者说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这个职业棋手可能第一杆还是会断上去 因为这个他也可以归纳到一种契合的一个范畴里你他脱签了以后你不断呢感觉上这个气势上先弱了一些 既然对方不走的话自己就想走是是是而且因为走完了以后确实可以让他变得稍微亏一点啊 就是一般碰到这个时候可能很多高手就就不会想太多先断上去再看了因为这边的一手棋也不是说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一个大厂啊 那个断也是巨大的一手棋 他实在没有硬对挂脚 因为这个确实当心无忧角的出现的时候呢现在好像已经没什么人分头了啊对分头都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从两边挂脚而且挂里面的更多是是是 其实我记得我少年时期刚刚进入职业汽车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所有人的碰到心无忧角的时候都是下来这里的啊 下这个里根本连想都没有人想过怎么突然间一夜之间一阵风吹过来好像这手棋就已经被淘汰了 发现这个时代在进步吧 很神奇也不一定 对我觉得啊我觉得黑夜没准再过十年 然后又下这个就跟中国流似的也不一定只是大家最近的研究的集中精力都在这上面啊也确实有很多相关的很精彩很复杂的变化呢被职业汽车这个研究出来了 所以大家也都是在下这个好像不下你就有点跟不上潮流了啊 但他确实也有优于这个分头的一面 优于分头一面就是说如果你如果你最普通的跟着我硬白旗飞 你最普通的跟着我硬这个白旗确实比分头便宜了 嗯可以飞倒一下啊确实比分头要好一点 这个是白旗挂脚挂到这儿的一个动力 就是他不甘于平反他要追求效率啊 有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白旗追求什么效率啊 现在天幕都比以前多了应该是黑旗追求效率啊 确实我我也没想明白 但是好像大家能作为这个都想下的更为积极一点 让对方就布局打好基础让对方在中盘或者关子更难一点 对陈云这个说的有道理 这有道理就是围棋他之所以在不同的进步啊 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追求 追求我今天下的要比昨天下的更好啊 追求在这个局部我能找到比昨天更好的一种下法啊 所以呢相对于这个分头这个挂脚可以说是进化的一种下法啊 这是一种就是职业洗手的一种精神啊 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要追求更好的更好的 确实很有意思 当然面对这个挂脚呢实际上黑旗也有很多种硬法啊 我们在这儿就就不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 最常见的呢有这边的加工 二间的低和高啊 包括一间的也有啊 但实际上的瑞老师的这个小飞呢也是很平和的一手气 对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之一 但是接下来白旗飞进脚之后呢 黑旗就没有再继续走 黑旗如果继续走的话肯定不会走这个 嗯肯定不会走这个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图是白旗很愉快的一个图 白旗是可以满意的 那自然你能满意我肯定不满意啊 那黑旗其实相应的有一些其他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靠 对这碰就是最多的现在 是现在最流行的 现在最流行的 其实我相信很多旗友们如果经常收看我们直播节目 或者其他的一些教学的节目呢 也可以对这首期有一定的了解啊 不管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复杂变化都背下来 肯定知道这一首期是应该有这个靠的 嗯 那靠完了以后上班下边 下班这个白旗也有很多种硬法 这里也不介绍了 但是肯定不能见啊 实战他先挂一下以后选择的是这个加工 这个加工也是也是很常见的 相比于这个靠可能要出现的几率稍微少一点点 对现在好像这个碰下多一点 以前这个加工好像也挺多 是是加工呢 这白旗一般就没什么反抗了 碰到这种加工一般白旗也就是尖一个了 也就是尖一个了 嗯 他这盘旗呢 这个黑旗在这稍微有一点变化 本来碰到这个尖的时候啊 一般黑旗都是走什么呀 尖一个 都还是尖这个 对 而且现在这个场合呢 还是应该是黑旗蒸子有利的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黑旗蒸子还是要有利的 如果说蒸不掉这个定式黑旗就不太好了 他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呢 就是实战瑞来维老师他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图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我觉得白旗又没有什么好的引针点 那不是完全可以选择这个图吗 对对对这个其实还是应该还是蒸掉好吧 我想 蒸掉 蒸掉总比能够提到别人一个子总是好的 嗯 如果他引个蒸咱们就在这飞一个 其实这条边的效率也还是挺高的 这个角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还是蒸掉算 这个 也是个人爱好吧 我想可能锐老师觉得被他先手引针一下不舒服 嗯 觉得速度慢了 嗯 他宁肯在这里选择一个稍微薄一点的定式 但是呢 速度上便宜一点 实战黑旗是直接靠 那白旗肯定就退了 直接靠白旗断然不能再走在这种地方了 嗯 白旗肯定退 然后黑旗再退 这个定式呢 跟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图相比 其实主要的差别就是 少了一个引针的点 但是黑旗呢 也没有刚才那么厚了 对 白旗这少了一个子 黑旗这地方大概变薄了不少 其实就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喜欢刚才那个 厚一点 还是厚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以后这一靠还是挺讨厌的 还是挺讨厌的 嗯 现在白旗在这脱线了 加工 因为这个定式已经基本完成了 这个靠呢 其实也不着急 如果靠了 如果太早的话呢 其实很有可能帮黑旗撞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靠的一个相关变法啊 正常来说黑旗应该贴 然后长再贴 这个靠白旗是想出头吗 嗯 出头是出不了的 但是可以呢 让黑旗变薄一点 然后可以自己多一点木 冲一下 冲一下 然后这个旗还是要往下挡 那黑旗这样 对 这样的话呢 以后这边有一些借用吧 嗯 有一些借用 这边也有一些借用 然后白旗的木数比刚才多了一点 我们可以跟一开始就是摆的那个引征的那个图相比啊 引征那个图完了以后 白旗点木大概只能点八木齐 嗯 那八木齐 现在十三木齐肯定是有的 嗯 这样的话呢 白旗的木数还是 相比于刚才那个图还是好不少 而且黑旗外面薄了很多 嗯 但是白旗也不太可能太早的下 如果太早的下 这几个子呢 可能对外面还是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啊 所以白旗这个地方 要先保留保留 先不去先不去动手比较好 这个呢 就是后续的一个手段 一个相关的变化啊 大家以后再碰到这种类似的定式的时候呢 就是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定型的一个手段就好了 对 知道这个单压和正调的这个区别 嗯 他现在走这个 走这个呢 这是绝好点 这手机肯定是要下的啊 其实呢 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啊 嗯 如果说没有这两个交换 如果没有这两个交换 白旗现在这手机肯定也要往这边下 对啊 可以选的点大概就是这个或者这个 也就是这两个点 嗯 因为拆过来拆这么远没什么必要 大概也就是走这个 因为他如果逼的话 你上面靠压两下 这边再靠一靠 其实 啊 这个已经很窄了 就是黑旗在这个地方是承不起来太多的空的 嗯 所以呢 黑旗讨厌你 讨厌被白旗走到这里 提前先挂一个 提前先挂一个 然后呢 就是逼迫你在这个地方跟我进行作战 你就不能舒服服服的手脚了 嗯 但是呢 因为有过这个交换以后 当然白旗这手机就可以走来这 这个悬点也是不错的 而且黑旗这两手机交换呢 也有损的一面 起码他这边 本来他可以从这边挂脚了 啊 这个可能性都没有了 啊 损了一些变化 嗯 但是现在呢 白旗加过来 实战黑旗下的是飞一个 然后被白旗就这么靠住了 嗯 那这时候其实我挺想跳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这边呢 虽然不是那么厚 嗯 但我觉得也要利用它吧 嗯 跳它肯定是讨厌被白旗坚顶一下 我想啊 它肯定是被讨厌坚顶一下 那就利用 对 然后白旗跟着跳一个 这个可能让白旗 要让黑旗有点不舒服 对啊 这边有个挖 那靠吗 这个靠 我告诉什么情况 我不太知道 靠它就挡 我让 点 点这个 点这个 它如果就接上呢 它肩过 肩过的话 也没不够 那你现在也没有防住 其实 你这个肩过底下 它冲一下之后 你局部也是活不了的 你可能要想局部的活只能挤 但是挤完了这个直接被冲过来 应该不便宜 活比较也不便宜 它这个地方被尖顶一下 确实不舒服 这个很多职业棋手都 不喜欢这个形状 然后想飞等人尖的时候 然后再跳出来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 因为它既然 它既然讨厌直接跳的时候 被你尖顶一下 就先飞一个 就很好理解了嘛 对了好理解 不过我倒是觉得 白旗实战的这个选择 还是稍微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白旗我觉得就应该尖 不要让它进脚 那我就跳 那我还觉得这样 这棋不是 这个就可以发挥了吗 其实也还好 它继续这一个 你往上跳 这个也 也能够弹上发挥吗 我觉得 除非你真的是 这个后世能够用的不错 把白旗这三个子攻起来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其实也没看出 有什么发挥的地方 因为你 你这四个子 跟我这三个子 究竟谁好 可能也 也得 好好地讲讲道理呢 也不一定就 就你是攻我的 毕竟子多 我觉得好像应该 子多 但是它有 它有二拆出来 它这两边都有眼 而且当我跳了两手棋以后 你没发现 这边的黑旗 其实已经逐渐地在 不知不觉地在变薄 我这边以后再走一个 很可能你就要补齐了 其实你 你换个角度想想 就是走在这的时候 这边白旗有二拆 这边白旗这小飞 见了三三 白旗两边的形状都比较牢固 而黑旗这三个子 实际上是没有眼位的 这种地方强行作战 一般来说都是有跟的人 不害怕没有跟的人 所以在这么一个大前提下 我觉得白旗实战的 这个往上靠 它可能心理上有点畏惧作战 就是在这个局部 有意的逃避作战 但是这个逃避作战的代价 其实是付的还是挺大的 对付出脚步的实控 对 而且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 这个定时的一个特点了 就是这个外面不是特别的厚 这个外面不是特别的厚 现在等于两边都差不多 大家一眼走了一个定式 对啊 而且一模一样很有意思 一模一样 但是你仔细思考一下 黑旗的配置 其实因为白旗要好得多 黑旗这个无油脚夹 加这边 这个是黑旗的一个非常好的配置 白旗这边已经被黑旗挂了两下 这时候黑旗反而便宜了 因为你现在黑旗 轮白旗下 不太好意思断黑旗了 断它就正好长了 正好长的拆出来 你这边的后视 就是发挥的面已经没有了 那你这个面往这边发挥 肯定也是撞到墙上的 也没有发挥的余地 所以呢 就这个定时下完了以后 虽然是看上去一边都一样 但是白旗实际上 稍微有点不太甘心的 是有点不太甘心的 就是说黑旗的这个势力有配合 然后白旗呢 只是说这边限制了它 然后这边还被黑旗限制 我觉得白旗这个地方没有必要去逃避作战 可以去正面的去进行一些作战 甚至于这个尖是不是也可以 它如果说 它如果说真的要 要走在上面的话 尖了虎是不是也要好一点 尖了虎也会形成一种形式的作战 现在黑旗肯定不能搬了 因为这少个子嘛 搬的话人家打吃完了以尖 黑旗就全死掉了 这个不能搬 那你现在也不好意思顶吧 对啊 这个顶 被人一挡着 搬着头有点太俗了 对你现在还得拖 大概会下上这样 拖了立 被立一下 你得接上 那白旗比刚才要厚得多 虽然白旗可能在这个局部落了一个后手 但比刚才那个形状要厚得多得多 这样白旗倒是可以满意的 其实 黑旗在这个地方最凶的下方呢 就是不顶背一下 直接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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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局部呢 是黑旗对白旗的一个反击 直接拖的话 白旗只有顶 然后黑旗立 黑旗立 现在如果白旗单补的话 你就不会去挤对一下了 白旗最凶的是蒸 这个现在蒸子肯定是黑旗有力 这么来看肯定是黑旗有力 但是呢也要蒸 蒸完了以后呢 对这时候轮白旗下 白旗要单接一个 哇 来问他的应手 瞄着这个 对 但是现在是不是也不能松气 而且松气被是不是被夹死了 对陈妍说的好 你现在 你现在如果松气的话 我们给旗我们演示一下 白旗就不用争你 白旗这个跳完了以后搬两下 站到这儿的时候 黑旗这个旗筋就被夹死了 这也不行了 那又必须紧着气了 对这是一种办法 还有一种办法呢 就是你先俗手拐一下 俗手拐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走这个了 但是这个作战呢 我觉得应该白旗也是不怕的 白旗拐头 这个拐起来非常的舒服 像这样的形状啊 黑旗这个虽然有两个出头面 但是气都被紧住了 不管走在哪儿呢 形状都好不到哪儿去 你走这个的话 这外面要被别人靠一下 你还只有接 然后人家再一跳 对他可以放手 这样的话 你搬 你搬 他就跳一个 这个作战呢 白旗两边都很容易做火 形状都很不错啊 黑旗这个呢 是非常的厚重 非常的重 应该说是 这个作战白旗是不怕的 刚才你如果不肯拐这一下 你挤在这儿呢 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 你挤在这儿 比如说白旗就尖一个 你接上他跳一个 这个局部呢 就是黑旗现在这个形状 比刚才那个形状 确实好一点 但是这个角上局部 毕竟没有活镜 然后有一个缓气节 对对 这样的形状呢 大家记住了 其实是没有活镜的 以后白旗点到这儿的时候呢 这个是里面是缓一细节 缓一细节 这个留给 当我们出一道作业题吧 留给旗我们来验证一下 那这个里面呢 确实是缓一细节 那如果说里面没有活镜 外面再跟白旗两边作战的话呢 其实对于黑旗来说 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如果活干净的话呢 外面的这个出头就困难点 好像都有不满 对 对 大家需要记住 像这样的形状 被别人拐起来的时候 都是比较痛苦的一个形状 很不愉快的形状 所以白旗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选择余地还是挺多的 我想它实战的这个单靠呢 肯定是问题手 这个单靠其实是一个 在这种就是很多选择情况下 应该是一个最不严厉的一个选择 最没有必要的一个选择 无论是尖这个还是尖顶了虎过来 应该都比这个靠要好一些 那黑漆也倒是只会形成这样 这个黑漆很愉快啊 能下成这样 真的黑漆很愉快啊 还是至少是可以满意吧 它现在走这个 对 现在它好像不太好意思断了 是 但走这个呢 其实形状也挺怪的 以后黑漆就普通的跳一个 或者上面飞一个 其实这手机加工的位置也挺奇怪的 对 最主要是如果按照刚才那边的 这样加出来之后 这个距离感觉有点近了 有点近 所以实战呢 黑漆趁白漆立足未稳啊 趁你刚刚拆出来一个立足未稳 黑漆马上就靠这个 这个时机掌握还是不错的 因为如果不靠的话 比如说如果你外面就走一个 白漆就跳 这手机架势也非常大 这是先手吗 这个不是先手 不是绝对先手 但价值非常大 你冲两下 冲两下以后呢 你可以强行脱先了 因为白漆这个跳进去 大姐杀你的可能性确实很小 但是白漆以后就爬了班 好 这样搜刮一下 其实黑漆也挺难受的 这以后肩是先手 嘎钉也是先手 白漆外面已经变成铁了 连这个毡子都是先手 白漆外面变成铁后 其实就这一手机的价值啊 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所以呢 黑漆在处理这边之前 现在马上就靠这个时机掌握了 还是不错的 在人家这边如果有拆边的话呢 就要马上要靠出来 如果人家先跳的话 他就拆这个 也要看他拆的远不远 他这手机如果拆的真的很远 你还要不要靠就要思索一下 就要思考一下 那不靠被人跳不是也难受吗 那你不靠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不一定肯靠了 你可能选择其他的 比如说打入的这种 你可能就会抢先去打入他 你打入完了以后 他跳起来不就没什么意义了吗 对 现在他拆得近 那下一手机跳也很大 你这个靠呢 也是一个稍纵即逝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这个靠呢 白旗就不肯像您刚才摆的那个变化图这样加了吧 嗯 其实他还是只能这么硬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作为白旗来说 也只有这一种硬化 如果还是按照刚才那样 我就觉得 这个效率好像有点不肯 哎呀 这个 这样冲一点 围棋 围棋跟人生一样 有些时候是无奈的 是没有办法的 是没有办法的 也只能这么定性 确实这样的话 显得这手棋拆的稍微有点近 要拆到这就好了 对啊 越远越好 如果是不是 反正对他压力也大了 但是如果真的拆在这 我估计他就不这么下了 他可能就会有别的下法 嗯 现在呢 虽然这个子的位置上 有点 有点不甘心 但是 也只能这样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一口气 如果不愿意忍下去的话呢 可能会招来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还是需要冷静 因为毕竟这样 整盘棋也刚刚开始 也谈不上 有谁 就是就赢了 就输了 这样 还是应该慢慢来 白棋呢 这个这个金美李同学啊 还是很年轻啊 我确实对这个名字 特别的陌生 以前韩国有一些 稍微有名气一点的 这个女棋手的棋呢 我也都看过一些 可能也都有些都讲过啊 确实下的也不错 但是呢 女孩子的棋 总的来说 都是相比于男选手啊 容易冲动 对 容易冲动 好像 大家都说容易一根筋 一根筋 也可能 就是可能感性的地方太多了 下围棋还是一个 要理性多一点的一个活动 行的时候呢 就凶一点 那这个行事 没有有利自己的时候呢 就软一点 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活动 他呢 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他可能也是看到了 他就看到了这样 他看到了这个结果 他不满意 所以呢 他就坚决的要去反击 要去 干斗 避免这个变化 对啊 但是他就忽略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 另外的变化 是不是更不满意 你可能这时候 一口气没忍住 冲出去了 再冲出去以后 这个作战的环境 是不是有利于自己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很理智 我觉得他可能只是想这个图不满意 那这时候白旗实战的这个冲呢 是一步过分的 那他冲这个 他冲这个 他冲这个 这一步呢 是 很过分很过分的一手棋 其实这盘棋呢 从 从现在来看啊 因为结果虽然没有出来 我们看也没有出来 但是从这盘棋的进程来看 白旗这一手棋开始 后面的作战啊 就向着有利于黑旗的方面来发展 白旗开始有点被动 对啊 其实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紫的一个地方 白旗仍然站不过黑旗呢 但是他紫都在外面 他紫力的搭配不好啊 有的时候形状的厚薄 并不以紫多紫少来衡量呢 我们看着一排厚实戳在这儿 可能觉得是挺厚的 但是他没有眼 也有可能是被攻击的目标 这样的几个紫呢 看上去紫确实是比黑旗多 可是它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像这个地方就是明显的一个缺陷 尤其你当被这么被冲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旗 对啊 因为头皮得断上去 然后黑旗这个冲出来 实际上这个地方你要补 这里你也要补 黑旗的借用呢 就是非常多的 这时候白旗就 其实挺苦的一个作战环境 两边都需要补 对啊 人家这边要争 所以说他想这边 他只有搬 想一个先手 就去尝出来是吗 他只有搬 搬他期待你虎的话呢 他要搬这个 这是他最理想的 人家只有打赤 这个是他最理想的 这样你就冲不下去了 这个搬提前防住了 你冲他挡 就什么棋都没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黑旗就不行了 像这样黑旗这个作战 就就大失败了 这不行 但是这个搬呢 是不可能搬着的 这是很理想化的一个 一个下法 这是不可能搬着的 黑旗这实在先打吃很凶 这样很好 打吃的长 下时就要蒸掉你 这个白旗必须得补气 贴着气还不能松气 松气的话 下边就挺麻烦的 它贴呢 它主要是为了这个 如果你拐的话也可以 但是拐的话 白旗也要遭到黑旗这一拐 这样的话 这个气一松啊 后面的旗就不好下了 本身呢 正常来说 这个形状应该是走在这儿的 强行贴住人家 也是挺过分的 对 要被人家搬一下 他还要跳 但这时候没办法了 黑旗现在拐 白旗有点麻烦 这个是非常的麻烦啊 这个形状 只能长进去跟脚上对纱 没有办法 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黑旗这先点一下 很舒服 这个也只能忍耐 然后黑旗这一拖 关键是这一拖太厉害了 防守不住了 这个麻烦 白旗现在最凶的 肯定是这个啊 肯定是 依然要把黑旗关进去 对 这样不是可以杀气吗 但是对这个杀气 肯定是杀不赢的 你搬他打吃 你已经只能去破眼了 这个脚上上 黑旗一提子啊 肯定是一个 有眼杀无眼的一个局面 所以白旗这招 就是从外面搬这个招 是根本不用算 就简单看一眼 就知道是不能成立的 而且前面呢 从这个地方 白旗搬开始 也都是必然 都是必然 就是 其实啊 稍微冷静一点 稍微冷静一点 在做出这个白旗 在做出这个冲下去的决定之前呢 看个两分钟 就可以看到这些变化 这个并不复杂 因为过程中 它没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过度的选择 只能这样 实战真像成这样的 这对于白旗来说 就就很不利很不利了 就是啊 这时候已经很难办了 跟上面杀不了的话 那就只能跟这几个走杀了 他恐怕也没有那么冲动 他得先吃这个 吃这个 嗯 他得先吃这个 吃的话呢 白旗 黑旗倒不能沾了 黑旗沾 白旗再半沾 刚才那个要点没有了 但黑旗现在就搬出来了 这个搬出来 也是不得了的大呀 然后白旗再强行的 在端这个 对啊 白旗不会只满足于 活一个小脚吧 如果说白旗 不能够对这两边 有什么巨大的收获了 这个白旗亏很多很多 因为黑旗这个搬起来 这边的时空 已经先涨了不少 然后白旗在作合的过程中 很可能黑旗 把这边又顺便的给占领了 这样的话 如果白旗没有什么巨大的收获 肯定是不幸的 黑旗先尝一下 然后拐打 嗯 这都一本道 对啊 这个都是毫无变化 毫无变化 也不像能跟黑旗沙的样子 黑旗在飞 嗯 这个其实 瑞瑞来为九段啊 应该还是力量非常大的一位选手 我跟他也多次的交手 就是在局部的这个 在局部的这个战斗力上 真的是比男选手是毫不逊色 嗯 不过虽然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还是慢慢的这个 年纪还是在在增长啊 就是可以能在一些这个体力上有所欠缺 就是真的需要长距离的 长时间的计算啊 还是出现失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但是像在这种地方的这个计算啊 应该说对瑞九段来说 还是还是挺简单的 嗯 还是挺简单的 所以下到这儿 这些都是对于高手来说 都凭经验下就可以 不用费什么太多的脑筋 嗯 现在毫无疑问是白旗一个大苦战的局面 嗯 苦战也得战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 其实是 要绞尽脑汁去想一些 想一些问题的啊 对啊 怎么办呢 现在 对 现在这地方肯定还欠一手作活 但是如果直接走的话 被别人叫吹在这儿 恐怕这个形状也是 也是难以接受的一个形状啊 等于走了半天 白旗就活了一个小脚 然后这边被黑旗走到 然后这边也被黑旗走到 对 这个 确实它实战呢 也是很没有 很没有办法的一件事 要搬这个 但是这个搬其实还是 也是很心痛的一个下法啊 送一个子给别人吃 它这个搬的意思呢 就是问你应手 你如果补在外面的话呢 它就先手活了 对 它可以先手活 但黑旗呢很凶 黑旗要吃在这儿 不给你先手活 然后再提 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如果吃了 再吃的话 这个有个打结 黑旗是不是也得补呢 也不补 黑旗现在啊 其实它肯定也看到了 陈姨说的这一点 主要黑旗现在 有更重要的一步旗啊 它要贴这个 这两个子不肯死的 如果轮白旗下去 他想要共白旗吗 对 一定要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儿 白旗不知不觉中 已经就是要进入防守的一方了 哦 这个旗 看上去白旗子虽然多 但是确实 子与子之间的这个旗星的联系 不是特别的美 它就使不出劲了 本来以为如果黑旗两边走到 就已经很满意了 没想到 这儿竟然这两个子还要杀出来 对 必须的 必须的 这是 白旗这个时候也只有把这个吃掉 这吃掉呢 确实 如陈颖所讲啊 这个以后呢 黑旗现在不肯补 黑旗不肯补的话 以后白旗走在这儿 局部是个打结货 但是陈颜你注意到没有啊 这个节白旗也不敢轻易开 就是说黑旗如果打赢结的话 再一爬白旗的这个脚也不肯补了 实际上白旗比如说在这儿花一手两手吃掉的话 也就二十多目气 但是这个节一旦打败的话 被别人反杀掉自己这个脚 损失可能也要有二十多目气 在这个理论上呢 就黑旗就可以不用补 黑旗不用补 那是不是也要数节财呢 节财嘛 相对来说只要白旗节财不是特别有利 黑旗就可以着急 就黑旗就可以不着急补 因为这块旗不是很大 不是特别的大 你花两手旗吃了 外面这两个大厂 其实也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弥补 黑旗旗 这手旗价值巨大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后市和这个后市 在这么一个配合的一个基础上 白旗这三个子 其实已经逐渐的有点苦了 就是想当初呢 是我觉得是白旗的一个 相对厚一点的一个势力吧 然后一拆边 应该是黑旗挺薄的 现在变成了白旗被弓 就是 沾这个 这个沾的时候 黑旗还要爬回来 这个好凶啊 那我爬回来就是为了牵制这个节 对 如果你要是不敢爬回来 那个节就变成黑旗 就变成白旗的无忧节了 一定要让你不敢轻易开这个节 关键这个爬回来本身价值也很大 白旗现在不敢靠 靠黑旗一顶段 白旗肯定不行 以后白旗只有靠这个 白旗靠黑旗吃完这个子以后呢 由于有这个子在 黑旗就快起就火 所以这手旗本身价值也是很大的 白旗在这里防守一个 算是正常吧 然后黑旗在中间再一跳 这个跳其实 想大吃这三个 我当时还觉得吃小点是不是算了 跳到这儿 瑞老师这个还是 骑风的这个勇猛 还是不减当年啊 这个确实这部跳也是真的很像年轻人下出来的气 不仅仅满足于要吃小了 而且要最大限度的吃 其实如果吃不掉的话 可能这个子对这边还有影响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现在虽然白旗把黑旗争掉了 但是黑旗在这个地方有无数个先手存在 因为这个地方的争子跑出来 是白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黑旗有很多先手 所以这部跳在这儿呢 其实就为下面的呼应全局啊 做出了一个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伏笔 对几乎什么都封口了 这边反正都是先手 白旗肯定动不了在这儿 现在这个旗白旗还是 真的还是挺酷的 那如果直接跑的话 肯定也不敢吧 直接跑吗 直接怎么怎么跑 我估计死其实也不会死了 但是还是可能会比较苦战 应该跑吧 我想你你现在就是随便的摆的这一首旗 其实也是也是白旗应该考虑的一首旗 因为毕竟白旗这几个字还是要很明白很明白 还是不能弃掉的 如果弃一旦弃掉的话 那黑旗在这个地方作战的这个战果太大了 黑旗就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的情况下 就把你的后视全给吃掉了 这边还有黑旗的大本应还没动 白旗这个一定要跑 必须得跑 你摆的这个位置其实我看也不错 也不错 那黑旗要吃它吗 还是就这么这一阵围围这边 黑旗要想吃 这个选择很难 吃肯定是吃不掉的 因为白旗这边小尖啊什么的 这有很多先手呢 吃肯定吃不掉 现在白旗黑旗这两个选择其实也挺难的 对对 到底是从这边购买 如果走这个的话 它这么连回来啊 这边一会儿可能会威胁 这有靠了 但如果你从这出来的话 它也往前跳 可能也会有损这边的形式 那个选择很难 其实如果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一开始就会 吃小一点 我觉得算了吧 吃了就行 对 别走在这 走在这儿其实有点太过于勇猛了 有点欺负人的感觉 普通这边走一个算了 不管怎么说 气势上还是 还是先把对方给震慑住了啊 这个这个时候呢 这个金美李 这个金美李同学还是 有一些胆怯了 他可能想把这个 是不是就想着把它弃掉算了 对 他这个思维方式上出现问题 他想弃子了 他这会儿去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的语言呢 其实就真的是不太准备去 去跑这几个字了 想找一个比较有面子的 找一个台阶下啊 对 去气了 气只要死的别太大就行 但实际上这个死了 白气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确实还年轻 一开始呢 在不该勇猛的地方勇猛了 现在呢 不该气掉的地方又准备气掉 这个确实还是 判断上有一定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黑旗就这样吃 可以满意吗 这样吃反而他有可能不气 这样吃的话呢 就不是很紧凑 对 他也有可能跟你交换一个在跑 虽然说不一定便宜 但是他就不见得气 我觉得锐老师 他实际上这个靠下来 还是挺紧凑的 这旗还是 感觉还是真的很好 就是锐老师 他这个旗在作战的时候 他绷得很紧 每一手旗都贴着你下 不给你一个 喘气的机会 不给你脱开手的机会 这种呢 就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作战的素质 作战的素质 为什么说有的人起风 就是擅长于作战 有的人擅长于收官 像这种地方呢 对于锐老师来说 就是一个很良好的感觉了 他可能你其他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 其他下巴 他可能算都没有算 他第一感是这个 然后加以计算 就发现这个确实不错 因为白旗如果往上场的话 黑旗从这儿搬出来了 黑旗从这儿搬出来了 那白旗肯定亏了 对 总体这样攻 白旗还不如直接从这儿走呢 因为这就成为烈性了 白旗呢 还是要从这边去走 然后黑旗搬 这样吃得更大 尤其借着白旗的劲儿去下 如果你搬它再长 你再贴再长 那这旗就死得非常的干净了 但是如果你不从那搬 以后被别人捅出来的话 其实这两手旗交换啊 对于这边的作战 白旗是亏的 这样的话 当黑旗搬到这儿的时候 白旗其实还是 这时候好像对啊 又舍不得气了 如果真是这样气的话 这个有点未免太大了 太大方了 也太大方了 所以说白旗这儿 本来就不应该想气的事 早早就应该跑出来算 对 这个是白旗必须得 得懂得的一个问题啊 他现在一看这儿 不能气了 他再断上来 实际上这个时候 再断上来的作战呢 已经有慢了一步的感觉了 然后黑旗是刺一个 对如果能刺着 总是便宜的 防白旗从这边打 这个刺应该怎么也是先手 怎么也是先手 如果说你沾的话 黑旗就算飞 把你这个吃掉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白旗这时候 先交换这几个 这几个总是白旗的先手 其实交换的稍微有点早 稍微有点早 如果死了的话 这几手机还有可能损损损物 那我们要吃一下 这个其实真的 也都是白旗的先手 他不太着急交换的 咦这里边有没有可能 跟黑旗对杀呀 他现在再怎么对杀 他也得粘那个呀 这个不粘就 左冲右冲 就被黑旗给 就冲垮了 他这个没办法 这必须得接 现在交换完以后 再接黑旗现在走在这儿 就是这边就可以 黑旗可以看轻一点 黑旗只要把你这个 把你这个阻力 在这儿战斗的阻力 给牢牢的吃住 白旗总是 总是要吃亏的 然后黑旗再把这个尝住 这个是太凶狠了 太凶狠了 像这种尝 我可能第一感 我的第一感可能也就是这个 吃了 我觉得吃了已经非常满意了 已经非常满意了 这个真的没什么必要再去 真的没什么必要再去追求 这个额外的战果 对 你现在 你想想 现在如果黑旗走这个 如果白旗走这个 黑旗就拆一个 其实也蛮舒服的 白旗这儿也不敢轻易动 因为这边有很多先手 白旗补一个 黑旗再走一个 这边这么大一块空 这边还 还都是黑旗的字 白旗这个旗肯定也 形式也是差不少了 对啊 感觉在白旗的势力范围内 吃了将近三十多目旗 这个难道还不满意吗 对 差不多 三十目旗 这个都要尝出来 这个确实太过凶狠了 太过凶狠 白旗跳 出 挡住 断掉 吃一个 吃的是这个 吃这个 嗯 这儿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白旗贴一个 也是得弃掉 搬一个 这个搬主要是为了防这个跑出 你要不搬的话 它冲完了一沾 这还是可以跑回来 嗯 这样 那这个确实 这样其实从木树上来说呢 黑旗还稍微亏一点 但是就不知道这个子会不会有用 相比于跟刚才的那个 就是被白旗争掉相比啊 可能这个子会有点用 现在黑旗争的先手也拆这个 差不多吧 跟刚才那个图也差不多 木树上亏一点 如果这个子能发挥一点作用的话呢 也都弥补回来了 对 总体来说 毕竟通过作战 白旗还是把不该死的子给弃掉了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嗯 黑旗的战果很大 对 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啊 这样的话 这几个子一死 现在主要是白旗的木树上就不是很自慢了 嗯 现在形势毫无疑问 黑旗是优势的 黑旗 白旗补一个 黑旗也拆一个 拆一个 嗯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参考图也差不太多了 现在白旗肯定要在这动手了 啊 这没有没有什么地方比这更紧急了 站一个 黑旗尖 对吧 现在白旗能没有 嗯 好像没有可以发挥的潜力 只能是一味的去破对吧 只能这样 因为本身空就不太够 这地方也只能这么多 但是这个地方动起来 其实这也挺有学问的 嗯 本来正常来说 白旗应该搬 搬 它黑旗肯定会团 嗯 然后白旗会应该是顶 但这样下的话 这样 这样会有危险吗 其实白旗也挺重的 然后再继续 对啊 是不是死还是不至于 感觉上 如果被杀掉的可能性 其实也 也不是很大啊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 应该是正常一点的一个戒性 黑旗贴 白旗大概再往外跑 形式毫无疑问 还是会黑旗优势 嗯 但是这样下的话 可能局面胜负还漫长 实战白旗一下在这就下崩了 如果说前面那个只是还 还吃小亏啊 作战让黑旗有一点优势 实战白旗一下在这就下崩掉了 它实战呢 确实也是一个良好的一个追求 它一个良好的追求 它单靠在这 单靠 单靠呢 它希望什么人家搬啊 挤的时候 它在这 这不就便宜一点吗 对 如果你要是团的话 如果你要也是团 它就不走在这 它可能常在这 那实战黑旗就没有想到的是 黑旗一般啊 它这些变化都来不及了 白旗这些变化都来不及了 从里边走这种 根本就不是绝对先手 对 它现在再挤 人家也不会去走这个了 人家肯定就不硬在这了 因为你这两个很损啊 人家就走在这了 你先顶也不行 你先顶它断 你打尺 接上你再拐 它夹到三三 也差不多 这个损的还是很厉害 这个地方的次序呢 对于白旗来说需要冷静 白旗这个地方的次序 其实就是下不好的 如果说 如果说想追求刚才那个下法 可以 别靠 跳这个 这是可以的 跳一个黑旗 其实这个形状 还是稍微有点难过的 哦 那黑旗走什么 那你不能挡吗 你挡我在一集 再吃下来 这个黑旗肯定不行啊 如果你尝的话 它就冲断 它冲断啊 因为这个挤是先手嘛 嗯 这也是有变化 其实黑旗还是短 然后你再往下冲 就可以下成你刚才 所期待的那个变化 这个地方跳是一个 就对于两边都是 黑旗拆的不够远的 一个形状啊 这个是可以下的 有的时候 其实黑旗这个子在这 白旗这个子在这 是吧 这个也是常见的啊 五油角拆 一张开 那这时候你就不用想 你就搬完了 什么飞一个 啊 或者搬完了 唬一个 这就可以了 它现在这个子 离得这么近 这边这个子 也离得很近 那你这时候 要学会这个跳 跳这个 反而不挨着它 倒让它很难受 对 这个就是 黑旗呢 要真的想要 非要往回连 可以走这个 可以往回连 但是其实这个 也没有什么 无所谓了 你让它围一点 好 对啊 已经很扁了 只有三路了 对 因为这个阵 也不是说 一下就要把别人 破光的啊 差不多有点收获 就可以了 实在那个靠呢 可以说是本局的一个 就是走向失败的一个 重大的败招吧 啊 被斑 然后再挤 然后这时候 黑旗吃回来的话 这个好舒服的一个形状 这两个旗交换 这两个旗交换一个 这两个旗交换据损 现在白旗呢 也要冷静 白旗现在只有拐 这个年轻人 确实还是 在这边又开始 有点有点生动了 不会死吧 加一个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死吧 如果要死掉的话 确实也挺夸张的 但猴一个 会不会在外面 应该还是不会死 因为你自身的 这个地方形状 它这个段也是先手 你这个地方 气也很紧 想封住它并不容易 并不容易 而且白旗这个局部以后 搬立是可以做先手演的 死应该是不会死 死应该是不会死 但是就这么下吧 就这么下 其实还是 白旗就还是挺苦的 起码这条边的空 黑旗肯定是可以围住了 这样是正常吧 但实战呢 它不甘于这个变化 白旗在这边又突然间 冒进了一下 这个冒进呢 其实 其实跟白旗上来 这个局部的冒进呢 有点像 情况呢 比这个还要严峻 因为这地方毕竟 变化的手术还稍微多一点 你要计算的量还大一点 这个地方的计算的量呢 其实很小 你搬一个是明显不行的 你搬让黑旗断进来 这地方什么企业没有 一点点手段都没有 你打吃它就立 你打吃它就提 你挡它就走 走什么都不行 你如果立的话 它就算接上 你再挡它拐吃 你还是死的 一点旗都没有 就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计算的量 是非常少的 就根本就不用怎么动脑筋 在这么一个简单的情况下呢 白旗还选择这个斑啊 其实就显得这种错误啊 没有什么必要 估计肯定是着急了 这个真正的高手啊 就是高手有的时候呢 也会碰到一些比较危急的时刻 形势很不好了 但这个时候呢 还是不能去走那些明显不行的变化 明显不行的变化 你走过来以后 好像是跟别人在挑战的 其实别人是最欢迎的这种下法呢 一下就把你杀崩了 这个胜负马上就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还是 基本的冷静还是要有的 那这种地方 你既然走成这样 只能够 等待 慢慢的等待机会 就走在这儿被断死的话 那这些子就全都摆下了 全都损进来了 这没办法 白旗跑到这里去 去瞎折腾 这个其实已经有点 已经离地围棋有点远了 有点角局成转 有点角局了 然后搬一个之后再搬 然后从这边打 这边是不是还依然是没有棋啊 没有棋 把它立一个 这白旗黑旗就接了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 这不是下了什么都没有 全死掉了吗 黑旗就很舒服的 把白旗打入现在的子 全都给笑纳 对 而且这边其实本来也不是 这边没解决问题 你现在还只有拐啊 人家一贴 你这些子又死进来了 你走了半天 这一个大脚这全死光了 哦 那这个形势不是 马上就分出胜户了 对 这马上就不行了 本来呢 本来应该说还 还能下一下 就是虽然形势不太好 但是 应该还没有到 完全绝望的时候 如果照我们刚才那个 跳一跳 就带走啊 黑旗要想赢 也得好好收关子 好好的下 现在黑旗这一下 就非常开心了 就突然间 这个胜利就 唾手可得了 这是啊 这个对于白旗来说呢 其实是很不成熟的一种下法 嗯 虽然胜负没有结束 但是呢 其实对于黑旗来讲 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 嗯 这个因为差距就变大了 你想本来排面10目的旗啊 本来排面10目的旗啊 本来排面10目的旗 确实也是优势 你关子就要好好收 什么地方别人一跟你拼 你也不能让 你也要去去顽强的反击 你突然间变成排面20目了 那这旗就随便下了 对 也不用下一些什么复杂变化 这个白旗定型成这样以后 我们看啊 白旗等于就活了一点点 对啊 活得挺惨的 还把这边伤了 还把这边伤了 白旗 黑旗这已经提成龟壳了 这边又全死掉 啊 这个时候 对于黑旗来讲 已经挺容易了 对 这很舒服啊 这个先手 嗯 定型完了以后拆到这 这时候差距就 就非常大了 其实 对 白旗没目啊 只有这么一个 一个脚之后 两个小脚 嗯 这肯定就不是 盘面石木的问题了 对 我觉得 这个右下角 这一个脚 是不是都能顶全盘了 对 我们可以白两手 起以后呢 再具体的判断一下 嗯 现在长 长是先手 要冲一个 这也是先手 现在黑旗就牢牢的 手控就可以了 因为黑旗本身就很厚 然后它再飞过来 嗯 白旗跳 这个 嗯 一压是先手 好 把黑旗这个提起来 也是先手 白旗在这也要放手 这有跑了 嗯 这次可以跑出了 马上就补了 先度了一下 它先度了一下 跟黑旗这个交换 然后补上 这样 嗯 对 然后补这个 黑旗靠出来 利用这个后视 还可以吓得凶一点 啊 那若老师确实是 真是一个 棋盘上的一位勇士啊 就是在优势这么大的情况下呢 其实 还是该作战的地方 一样的作战啊 嗯 其实现在 是不是补补活就赢了 补补活肯定赢了 哪怕这时候 现在把那个节补掉啊 虽然那个节黑旗白旗也不会去打 黑旗也不怕了打 但是补掉的话 其实也肯定赢了 但是呢 但是如果说补掉的话 这个旗普就是不完美的旗普 还是这么下比较好 没有必要补的地方 哪怕优势二手旗 也是不补的 这是 这是一种 维旗的一种精神 嗯 就是 虽然这盘旗肯定是胜负上 没有什么悬念的 嗯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 从这部旗来看出 就是瑞老师 他对这个维旗的理解啊 是非常深的 这样的话 比较接近于维旗的本质啊 就是每一手旗都追求 最高效率的一种下法 可能到这个时候 如果你看清楚 没有问题 嗯 跟胜负是没有关系的 已经是二十五 跟说二十五都要找 都要找这个最好的一手旗下 这是一种精神 哎 对啊 那相对于来讲呢 就觉得白旗的那个 就是有的时候 就会有点冲动 年轻嘛 还是年轻啊 本身 本身计算上的实力 可能跟 跟成年旗手差不多 但是 确实有的时候啊 他按耐不住自己的这种 就是 有的时候一看要吃亏了 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啊 对 其实慢慢就会理解 吃亏是难免的嘛 吃亏 这个下棋中 吃亏是非常难免的一件事情 还是要冷静的对待 在逆境中 大家其实有一个心态 就是想赶快搬回来 哎 但是欲速而不达 嗯 还是要遵循那个事物的 本来的规律 围棋有它的规则吗 围棋有它的规则 你要在这个规则 所允许的规律范围内 来寻找最好的一手旗 你不管是 吃亏也好 占便宜也好 你都只能去 按正常的一个轨道去进行 你有时候太过着急 你想这个 把今天种下来的种子 明天就收获 这是不现实的 对 黑棋现在这种攻击 其实就比较愉快了 比较愉快的攻击了 并不是说非得把白棋 全部杀掉或者怎么样 其实只要把这个棋定定行 你回家也没关系 自己的黑棋自身的安全 没有问题 这个实际就差的还是很多了 对 这看看黑棋都很厚 马上就全盘都连成一体了 除了这一块 然后斑 这白棋其实在活的过程中也很损 以后黑棋如果什么时候想断 这一断这个字也跑不了 这个空也可以收住 对 现在黑棋也 黑棋确实也没有想怎么去攻它 其实 黑棋现在还有什么可收的 虎这个 日老师这个确实也是先手 也是先手 你得补货 这必须得补货 因为这个立先手直接脚上就死了 对 其实这个虎呢也很凶 以后斑的话 还可以逼着白棋只能忍耐 下的也是很有追求 然后煎这个 这手机好大 煎完了再大飞 你说七目跟他煎 这个起码都有十五目的价值 可以说是全盘最大的关子 对 优势都这么大了 始终还都撑着这个 始终还撑着这个截 就是不补 就是不补 不过这棋确实也不用补 因为你发现没有啊 黑棋很厚 没有什么截材 就是白棋基本上 连黑棋的一个截都找不到 这个好奇怪 的一件事情 哪个截好像都不是很轻易 能找到的 像黑棋有这种铺啊 这种斑啊 都是顺手的截材 这个一旦提过来 再爬进去 下一手棋价值有三十目价值 确实就非常大 对 我感觉这盘棋 好像就一个战役 就一举定胜负了 还不是 我看主要白棋 还是输在这 确实那个地方 下完了以后呢 黑棋形势领先不少 对 我觉得优势已经挺大 但是真正决定输赢还是在这 还是在这 其实我想这盘棋啊 还没有一些手术 但结果呢 是黑棋中盘胜 结果我们可以宣布 再摆下去呢 其实也没什么必要 没什么必要 因为现在这个差距 确实优势太大了 白棋 黑棋都快七十目了 黑棋什么 白棋也就四十几目棋 这确实输太多了 就建立在这个棋 白棋不敢打的基础上 确实也不敢打 确实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是很高兴啊 瑞瑞来的老师 这个不负重望 对 还是顶住压力 顶住压力 赢了第一盘 后面还有三个韩国的对手 对 希望可以 他可以下到底 对 我觉得其实啊 对于瑞老师 他个人的这个成绩啊 我们也不用太过苛求 毕竟他以这样的一个年龄 这样的一个精神 他在棋盘上这个奋斗 我觉得我们应该 很很感谢他 很感谢他 而且呢 他也在尽力 真正下到最后 是什么结论呢 是什么结果啊 也都顺其自然 那就一盘一盘 慢慢下好了 对 是 好 那王老师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稍后为大家带来 另外一盘棋的讲解 一会儿见 好 再见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